你好,NOW TV不自禁 我想問一下,很多人都說這次泛民參選特首 都是想逼建制派的候選人去做一些承諾 或者監察他們 但到現在為止,兩位都沒有試過 跟梁振英和唐英電公開對峙過 而民望雙方都是差很遠的 你們是個位數,他們都二十幾、三十幾 即使你們要去監察 或者要逼他們做一些承諾 你們可以告訴他們你們是有人支持的 而怎樣做到逼他們 而不是譬如現在被人說 你們是幫他們抬招 甚至是唐英年B隊 哪位先呢? 何俊仁 其實大家知道,在這次選舉裏 市民知道自己沒有投票權 但不等於大家不關心 以及不繼續去關注究竟這些候選人的表現是怎樣 我相信市民是有一定的期望 而很多政策 得不得到市民的支持 就政策本身 亦都會有很清晰的 即我相信經過 即可以用民意的調查 是看一圖出來的 是很清楚的 所以我覺得我們的參選 將來如果能夠進入真正的辯論裡 向他們作出挑戰 同臺辯論 向他們提出質詢 提出很多具體的問題 迫使他們承諾 這些都是一個最有效的方法 但當然到最後 我可以告訴大家 結果呢 是肯定令大家失望的 但正正我們要達到目標 就是小圈子選舉 產生出來就是這樣的結果 你以為會產生到什麼 一個真的會為民 請命 真是一個會為民主爭取的 一個致視 這樣的結果嗎 當然不會 所以大家知道 不要以為 不要期待 我們的參與 就會迫到他們拿到 一些很好的政綱出來 接著就會以民意為是不會的 但我們會只是透過這次 努力的爭取 繼續能夠匯集民意 所以到最後大家知道 我們要打破小圈子選舉 將民主逼出來 這個就是我們的目標 我這兩份是可執政的政綱 我用兩個是可以成事實的政綱 這個就是他的壓力 贏輸不是他的壓力 我的贏輸都不是他和我的壓力 當馮檢基能夠提出一個 解決貧富懸殊 或者市場有偏頗 有長者的問題 民主的問題 綠色的社區 你怎麼回應呢 是否 候選人 我無法入局 去跟他辯論 是否你不用理我這兩個政綱 這兩個是做得到的 我可以點哪個城市 做哪一個政策 給大家聽 我最大的失敗 如果我這次的競選 我是說服不到我的香港人 我們的朋友 我的隔離人士 我的街坊 是認為需要一個改革思維的特首 我們一起有一個新的社會 新的管治香港的理念 我說服不到大家 這個是我的失敗 我的參選 我的成功 是擁有幾多香港市民 認同香港要改變 變向一個公道的社會 我就用這一個衡量 我自己的贏書 好 多謝 多謝這位女士 想問一下 其實之前說 化文會推選一個人出來 就是為了顯示化文 其實就是團結 動用你們有的選委票 去推舉一個化文候選人 但是其實你們就說 想迫使一個建制派的候選人 去針對一些民生上的議題 但是剛才也有問過 其實一直都沒有跟他們有對話 但是反而你們兩個化文候選人 都經常可能有一些分歧 例如其實今早也有說過 對於這個地產霸權 究竟應不應該宣戰這方面 其實你們兩個都有些分歧 會否覺得其實這個化文初選 會令到你們化文好像有了一個撕裂 迫使不到建制派去回應這些問題的時候 反而更加突顯化文之間的撕裂 其實不同是不會造成撕裂的 雖然我今天都幾驚訝 馮儉基對我提出的 向地產霸權宣戰 覺得我會撕裂社會 我覺得不會撕裂社會 也不會撕裂我和他之間的關係 但我們的理念一定要清楚 我們要堅決地反對地產霸權 向他說不 這是最重要的 還有我覺得就是 就是 縱使一點都好 我們和他之間是 不會 就是有分歧也好 更大的分歧是和建制派 所以將來 下一個階段 我們任何一個人入到 最後這個提名的時候 他們無得避免 我們同台辯論 到時就會針鋒相對 到時是絕不客氣 到時會大家看到 我們會被今天所提出的質詢 佔了十倍 甚至是五十倍 一百倍 時間到 多謝你 洪劍基議員 你有1分22秒 在一個民主社會裡面 你很難說 我和另一個人一樣 我和另一個黨一樣 不同黨一定不一樣 縱使同黨 奧巴馬和希拉莉 都不一樣 都有激烈的辯論 我不相信 一個民主社會上面 大家承擔不起 辯論那種的壓力 所以我們是不會撕裂的 但是我們真的有不同 有不同才要選擇 才要讓市民去選 大家要讓什麼出來參選 你做我做什麼所謂 分別真的不同 我剛才不重複了 我講了幾好多次 我為什麼要參與這個選舉 我仍然都希望 我透過選舉 透過我的政綱 我希望說服大家 我們大家支持 一個更新的新社會 好 多謝你 我們來到最後一個環節 我們來到最後一個環節 我們請兩位候選人做總結 先請二號候選人馮劍基 你有1分半鐘 但你剛才還有33秒 我們都給你2分 0 3秒 OK 各位市民 作為特首參選人 我是有一個真誠的心 大家透過我這一個多月的工作 你或者會看到 我是很認真很認真 參與今次的選舉 因為我認為香港現在是正正面對香港發展的轉捩點 我是要揭進所能 我是要帶動香港去找出香港發展的方向 正如我三十年如一日那樣勤勤狠狠 是甘心為我們的市民服務 我要重申 今次的參選 我和何俊仁是兩個不同的選擇 我的政綱 我的政綱 不是想出來的 不是象牙塔的口號 我是從正三十年來實踐的經驗 升華成為這兩本的心血 我的政綱 而且在現在特首的參選人之中 我是唯一的一個 是長期為香港民生工作打拼的參選者 在民生矛盾突出的今日 我們需要的是一個真誠、實際和切實 能夠為香港人解決問題的特首 我們要令到我們的青年人 依然相信我年輕時間大家都相信的東西 就是我們曾經引以為傲的一些信念 只要肯捱,總有出頭天 好,多謝你 是不是還有三十三秒呢 計算了 請何俊仁議員 各位 今天短短一個多小時的論壇 是沒有人給我有足夠的機會 全面展述我這本政綱裡面的倡議 裡面的倡議是涉及到核心價值 涉及到怎樣維護一個公義的社會 涉及到怎樣能夠建立一個關懷的社區 以至到人民的精神 這些都是需要很多政策的配合 和整個社會文化的人族 作為一個政治領袖 他是有這個責任去推動 我今次的參選 雖然帶著這本政綱去 但老實說 我不會有什麼幻想 因為我知道這是什麼選舉 但是 我知道我們在今次 這個這樣的時刻 我們不能夠袖手旁觀的 我們要進入制度裏面 向他作出挑戰 將大家保羅市民的聲音帶進去 和顯現到 這個小圈子選舉裏面的不公 以及向這些建制派的候選人 作出最尖銳的 最全面的 質詢和挑戰 各位 出爐是在於我們要打破小園子選舉 出爐是要建立一個民主的制度 因爲民主的制度 才使得我們真是當家作主 使得我們 能夠真是選擇我們政府 為我們的政治決定 負上我們自己作為人民的責任 希望大家支持我 多謝 多謝兩位候選人 請大家記得看 在未來的星期日 1月8號 10點到7點 在74個原地鐵站的 原地鐵原先的投票站投票 多謝大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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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